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关于集成前端工具NPM 前端工具呢我们一般用的最多就是Node.js打包 那这时候呢我们去集成一下NPM 好 常用的这些工具 第一件事件我们也得先去下载 点错了 好 这个页面你得下载一下这个脚本 好 我们先去下载一下它的这个文件 我们选择LinemusX264 64位 复制连接地址 然后我们开始下载 大概guess一下 好 先下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Jings里面啊 应该也是没有这个插件的 系统设置 全局工具配置 没有吧 NPM没有啊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再去插件里面去装一下 我们搜索一下 搜啥搜 NPM 嗯 嗯 啊啊 Node.js吧 好了 有Node.js 啊 好 直接安装 啊 好 OK,我们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X-leadable 是不是我瞎错了 X-L T-L Z-X-F Node Go 我们先来解压一下 这个键盘不太好用 解压 然后这个包 没有Table出来 放大C 我们把它放到USR下的lock GZip的方式 不是一个GZip的方式 那我就把这个Z去掉 好,CD USR下的lock 这里边应该看到一个Node 是吧 Node 好,一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给加进来 好,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把它再加到咱们的profile文件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加一行 我一般再加它Node NodeHome 然后把NodeHome也加到这里面来 OK,保存一下 OK了,是吧 Node-V 诶,有了 是吧 那么我们得装个NPM NPM-V呢 诶,也有了 OK,那就没问题了 好,那么在咱们3u上 这些就已经OK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在Jings里面 插件也装好了,对吧 那在Jings里面 全局工具配置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插件加到这里来 你看Node.js是吧 编名 Node NPM吧 NPM 不用自动安装 NPM 它的路径 刚才应该没有复制 OK,这个是对的 NPM保存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去改JingsFile JingsFile里面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去改 大家出去看 再加一个stage 这次唯一不同的是 我们用的是后的项目 对吧 不是,用的是前端项目 NPM,对吧 我就先不写括号了 免得每次写括号都很慢 step npm home 等于 tel npm sh h 去执行一个share 是吧 npm home share bin share npm 然后我们还是执行一个puteshare吧 OK 然后保存 OK了 看到了吗 这是整个过程 npm就OK了 然后保存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刚才那条流水线 是吧 是吧 没有node 大家看没有 没有node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 这个 这时候就需要把 环境啊 给大家生效一下 执行一下 npm install -g npm 这样它会全局的去安装 装好 装好对吧 嗯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运行啊 rebuild一下 还是有问题 是吧 因为node 看一下它这个环境上面怎么配置的啊 代表它用的是usr并下的env下的node是吧 你可以声明一下环境变量啊 声明一下环境变量嘛 可以先source一下环境变量 但是也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它设成一个全局的啊 重新定一下那个node的那个pass 在这里对吧 看一下 node home 你ok了是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个 这里来啊 加一个 呃 直接方法有几种啊 也可以加上去一下 node home 嗯 ゲほ сд 然后 an 按 按 同 node paren PASS等于PASS等于到了HOME 这要加个转移啊 因为它不是个变量 然后下的IN 然后冒号转移到了PASS 好 这个再试一下啊 这样我们重新声明一下环境变量啊 构建一下 Node它需要的环境啊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再改成那种就是SAUCE一下啊 SAUCE INV你看这也可以了吧 它的环境环境没有生效啊 那环境没有生效一样 OK你看加进来了吧 啊 如果你想让它生效不加这一步的话 你需要把金色重启一下啊 因为金色在启动的时候 加载的环境变量是它默认的 OK 这种方式也行啊 就不用重启了 OK 这是这块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集成到集成那个NPM啊 前端NPM的集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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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